知名的政治军事评论员张有华 常常在电视节目上针边时事评论新闻事件 颇受大家喜爱 现年69岁的他经传三日台风夜晚上跟妻子外出散步时 突然跌倒在地面 头部受到重创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纵一抢救至今 现在已经被装上叶克膜 状况似乎不乐观 据TVBS报道 张有华疑似不慎失足跌倒 头肚遭到重创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当时两人经过台北市信义区无心街的某个巷弄 结果张有华跌倒当场头部重击地面 因为力道太大 加上张有华年纪也大了 这一状竟然就昏迷不省人士 甚至当场没有生命迹象 张有华的老婆吓坏了 赶快冲往旁边的无心街派出所求助 虽然救护人员到场后 赶紧实施新费复苏术抢救 让张有华成功恢复轻微的心跳 呼吸 可是意识依然没有清醒 后续继续送往医院抢救 现在状况似乎不乐观 让很多人都替他着急 有消息人士曝光 张有华送医后已经接上叶克膜 执行心导管检查 已排除心脏的问题 没有狭窄 也没有心肌梗塞 只是为何昏迷 跌倒是什么原因还需要理清 现在已经进行低温疗法保护脑部 不过整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张有华是台湾电视节目史上 相当知名的时事评论家 名嘴 因为常常讨论大胆的话题而闻名 尤其他的名言 这件事全世界只有三个人知道 一个是我 一个是当事人 另一个是谁 很抱歉 我不能说 更是让网友颇为着迷 如今突然在台风夜出事 不少人都替他加油打气 楽筋 中原安 浪 滅 discrimin which